林大輝議員 主席,首先我對剛才黃毓民 對劉江華副局長的批評或者指責 我是不是很認同的 也覺得是沒有什麼根據的 事實上,江華在做議員的時候 能力和水平呢 雖然好過我,固然好過我 但不會低過黃毓民的 雖然他現在是副局長 但他的表演其實比幾多政局長 包括吳克健、黃錦昇 甚至乎陳茂波、蘇錦良 一點都不枉多樣 如果他繼續保持下去 我相信做局長隨時是升任有餘的 好了,不要講他的前途 是,一定要 因為為什麼呢 就證明剛才劉江華回答 黃毓民是有水平的 黃毓民沒有水平 主席,在講這個聯合國的人權公約 我理解呢 對每個地區為國家的選舉 模式或者方式 其實是沒有特定的 沒有一個固定的 但精神是一樣的 一定是普及而平等的 這個精神大家同意的 但普及和平等呢 坦白是有些抽象性的 大家的標準是不一的 每個地方都對標準 或者每個地方的人民 對普及和平等呢 是要求也不一樣的 那怎樣可以先有一個共識為之 普及和平等的一個選舉方法呢 就必須通過公開諮詢啦 也必須有商有糧啦 在今次呢 特區政府就2017年 落實這個行政長公普選 裏作了公開諮詢啦 而且我相信效果是不錯的 也給足時間 三個 我以林鄭為首的政改三人組 亦都很落力 落區 搞論壇 聽意見 接收意見 我自己或者我參與一些平台 一些組織呢 都不時見到三個人 我亦都在很多場合發表到我的意見 我覺得這個公開諮詢呢 是盡力去做的了 那麽剛剛好多人說 批評她是有商有糧 我覺得有商有糧 這個是大前提林鄭說出來 亦都很對的 那麽這個有商有糧其實建基於幾樣東西 第一 當然是要有誠意啦 如果所有商量是沒有誠意的 這個是假的有商有糧來的 第二 任何東西必須有根有據的 所以剛才劉光華說話 三番世之 快被人說是人肉錄音機都好 很多東西強調 是要依這個基本法的 如果任何東西不是有根有據去 去諮詢或者商量 去討論呢 這些討論這些商量全部都是天馬行空的 亂了大龍的 沒有了規矩 沒有了方圓去做事的 那麽出來的效果呢 根本就不會得到共識的 那麽也都真的一定要按實際的情況 每個地區 每個國家 是有不同的背景的 包括歷史 包括經濟 包括生活模式 我們可以參考 舉例我們去參考菲律賓 參考美國 甚至於參考非洲這麽國家 去怎麽選 去當地的代表 或者當地的首長 但這個可以參考 不能百分之一百這樣依巡 亦都不能百分之一百去跟蹤的 那麽這麽就不是按實際情況了 也都未必剛剛好套用在我們自己香港來用的 那麽在過去一些日子呢 那麽我先講一個誠意 那麽我們上次都 立法會都搞了一次 由主席帶領 去了上海 上海回來之後呢 中聯辦 張知任都說回來會見不同的黨派的議員 特別是非建制派的議員 但似乎呢 除了都現在 是見到李國倫一樣的 那麽我看到呢 似乎人家已經伸出一個很誠意的心 亦都好像有誠意的邀請 但為什麽其他黨派 這個又說時間不對 那個人約了又說不去 這個就是一記念在一起見 這個就說如果在這裏見 我就不見 那這麽我覺得這個誠意度呢 我都開始有點動議 有點懷疑 是否真的雙方都有誠意了 那麽如果雙方都沒有誠意呢 很多東西都推不了的 那麽這個是不是屬於有商有糧呢 有商有糧其實是由淺 入深 由闊入窄的嘛 很多東西一定要聽過很多輪的 如果第一輪都做不到的 以後怎麽做商量呢 那麽所以我亦都很擔心呢 到時真的出現了 好像黃毓民講 要搞暴動 暴動沒有 我相信呢 如果做問題 不是很多香港人是會支持的 大家都覺得 現時的繁榮安頂呢 是得來不易的 你看看 越南的反華 菲律賓 泰國 以至種種的亂呢 各個最被受害者都是市民 都是經濟 都是當地的人 暴亂帶來什麽好處 我看不到有什麽好處 這麽快五分鐘 可以嗎 可以了差不多了 那麽問題未問啊 主席 都沒辦法了 你留回以後精簡些 因為你關心別人的前途多過其他 謝謝 葉劉淑儀議員